對 就後來才知道說那個大概就是 那個日文翻過來 就是一個很高的一個意思 那這個呢 古里大概這個地方 在嘉九嶺的旁邊也是 大爆群的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 生活空間 我們後來在半年前開始跟 大爆群的人 走他們自己的古道的時候 其中第二條就是走這條 古里大概 然後通過紅河谷 一直到今天的烏來那邊的 叫中治 他的事實上他的那個 太陽語叫 統壁社 那獅頭山呢 事實上也是 該說是第一個 透過這個 警察化的系統 來做的這個愛詠線 那他現在目前呢 還有很多 山上還有很多的這個遺址 都還存在 甚至還有一個防範杯 那這個這張是比較 這半年才找到的 新的文獻 這張也是從那個日本的防衛廳 防衛廳 就是日本國防部的網站上面 當落下來的 那稍微小一點不好意思 不過大概就是說 日本在 討伐那個 大爆社之前 他們曾經駐軍在 獅子頭山旁邊的山區 這是軍隊喔 這不是警察 就是軍那個 台灣守備隊 喔 當時的